再来看到屏东方寮乡的一处公庙举行绕镜活动 过程当中呢 庙方人员沿街狂洒纸钱 地上全是黄橙成一片 而附近民众就抨击了 根本是淋漓恶梦 不过有人则是帮忙换家 说庙方人员事后都有清洁 还可以来接受 而环保局也到场稽查 尽管呢没有发现违法情形 但要是没有清洁确实的话 最高还是会处6000元的罚款 庙方人员大批信徒齐聚 不过仔细一看一旁人员 大拔大拔的纸钱 不断网控中狂煞 现场纸钱飘扬 地上黄橙成一片 隔天回到现场 路边人又有绕镜的痕迹残留 庙方人员赶紧拿起扫把眼睫清洁 不过尽管火速清扫 难免还是引发民众不满 有居民就抨击 真的是淋漓噩梦 他那边换鞭炮的地方就会很脏 有一点点 檳榔汁还有那个便当盒之类的 实在无奈 原来是屏东方疗乡复兴路一处公庙 16号上午举行一年一次的祭典 沿街绕境 不少信徒前来共襄盛举 不过活动一路持续到晚上11点多 加上已是需要 庙方人员沿街撒纸钱 时候引发争议 不止庙方展现诚意道歉 也有居民帮还家 早6点多就已经有师兄姐先起来 清扫了 这也是我们很抱歉的 一年也就那几次了 主办方他们后续都有派人去打扫做清洁 只是事情惹出民怨 环保局接获民众反映 人员还是到场稽查 虽然没有触碰法规 不过环保局还是提醒 绕经后要是没有清洁 确实最高可储6000元罚欢 庙方议会热闹本是喜事 千万别让活动变得掉 届十岁屏东报道 晚安 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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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上